剩下彰化的台队前面 副总统赖清德半年行程 全台跑偷偷 前一天抽空到彰化的名店 吃超人气肉包 咬一口赖清德赞不绝口 直呼好吃 这几天他IG频繁发文更新 还出了十张春节 长辈拷问应景梗图 教你如何破解过年的灵魂拷问 如果亲戚随意摸清孩子 可以转发这张赖清德被狗亲的照片 底下写着请尊重身体自主权 如果长辈又要问你何时结婚 你就发这张比赞比爱心的图 此时无声甚有声 让网友大赞这系列好笑又实用 各位好朋友 我的IG可能已经超过一百万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按赞 总统蔡英文也释出最新的半年影片 还跟大家报喜他的IG突破一百万追踪了 打卡地点就在台二线82.5K 仔细看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你们一定会开得比我更好哦 这不就是选前 他跟赖清德小美琴合体拍的竞选广告 在路上的下车地点吗 当时网友发起去海边接蔡总统回家 没想到如今都大年初四 总统还在那边打卡 网友大惊 竟然还让总统在那边等 还没被接回台北 需要去接你吗 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 连忙发文解释 说放心 我们有把总统接回家 兴奋吗 今天蛮兴奋的啊 我很久没有逛那个 大概多久 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 拆来两人近来频频更新脸书 YT IG 社群媒体 绿营高层也透露 民进党必须改变跟选民沟通的方式 平台要调整 扩大票源的核心在于 诉求中间年轻选民支持 但是好的产品 要走在漂亮的行销之前 宣传形式跟沟通效能 也要同步进化 作为执政党 绿营不只得强化 政绩宣传 空战能力也不可少 民事新闻 林静忠能明 台北报道 最后的感谢 最后的感谢 最后的感谢